第十九章 替代的现在与多重焦点 第五百七十四节 1971年3月17日 星期三晚 9点26分 赛斯晚安 现在 我们继续口寿 开始下一章 称为替代的现在与多重焦点 让我们以你所知的正常醒时意识开始 离这只一步之遥 就是你们全都曾不知不觉地滑进去过的另一个意识层面 我们将称之为A1 它临界于你们的正常意识 与它微微地分开 但在其中却可出现非常明确的效果 那在你的通常状态是不存在的 拿你以熟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 许多能力在这层面可被利用 而且目前这一刻 也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体验 在你的正常状况 你看见肉体 在A1 你的意识 能进入别人的肉体 而治愈它 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感知你自己的肉体形象的状况 按照你的能力 你可以清澄而清醒的 有意识的由内部操纵外面的物质 A1 可以被用为一个侧台 可以这么说 由那儿 你能由一较清明的立足点 来看实际的事件 当你在用它时 你可以暂时免受身体上的压力 而用那自由 你又可以再去减轻身体上的压力 似乎不可解决的难题常常 却非一定能解决 在此时 你给自己的建议有效得多 并且你较容易形成形象 而它们也有更强的活动性 因此 A1 只有一刻不知遥 却是重要的一步 你可以把A1 当作一连串导向意识更深状态的步骤的第一步 也可把它当作一连串临接步骤的第一步 意识的每一个更深层面 也可用作导向 其临接层面的第一步 A1 是很容易进入的 当你倾听你喜欢的音乐 当你沉醉于一种令人愉快的安静消遣 你就能感受到那不同的感觉 它也许由你自己身体上具有特征的线索伴随着 也许你以某种样子倾扣手指 也许有一种特定的手势 你可以瞪视或做梦般的向左或右看 这种身体上的线索的任何一个 都可以助你区分这种意识状态 与平常主宰性的那种意识状态 你只需认知它 学着把握它 然后进一步实验运用它 一般而言 它仍是肉体取向的 因为其能力通常是导向于内在的感知 以及操纵物质或物理环境 因此 你可以由平常所无的各种独特立组点 来感知现在这一刻 你可以感知你的肠子 或你的手存在的此刻的实相 经过练习 你也能体验在你肉体内 同时存在的当下片刻的内在宁静与骚动 这使你生出无量赞赏与金欢 并且与组成你身体的活的 肉体物质有一种统一和谐的感觉 经过练习 你能变得直觉性的觉察 你的内在肉体环境 就与觉察外在物质环境一样 在9.43分停顿 练习的更多 你自己心智的内容会变得唾手可得 你会看到你的思想 像你的内脏一样清楚 在这情况 你可以透过你会认知的象征 而象征性的感知你的思想 例如看见混乱的思想像一堆杂草 而你于是就可以将之丢弃 你能要求你心中思想的内容 被转移为一个强烈的形象 象征性的代表个人的思维 与整个的精神景致 然后取出你不喜欢的 而以更积极的形象取代 这并不表示这内心紧致 必得永远全是阳光普照 但却指它应是很平衡的 一个非暗而抑郁的内心紧致 应使你警觉 使你立即着手改变它 以上这些成就都不是我的读者所做不到的 虽责任一个人可能发现任意恶定的伪计 要比另一个更难些 你也必须了解我 是以实际的方式说话 例如 以刚才所示的方法 你能改正一个身体上的情况 不过 如果事情如我所说 那么急着检查思想的内在景致 你在此便可发现 起先导致肉体疾病的来源 评顿情感和感受 也可以同样方式来审查 它们看起来不同 流动性要大许多 例如 思想可能以固定不动的结构 如花 或树 防顿或风景出现 感受则会更常出现在水 风 气候 天空等的流动变化和色彩的改变里 那么 极有向内看尽身体 任何肉体疾病 在A1这状态里 会被感知而发现 然后极有改变你所见 你可能发现自己进入你的 或别人的身体 像一个很小的人 或像一点光 或根本没有任何实体 却知觉到内在的身体环境 9点54分 那么 你以你想到的不论什么方式 去改变任何需要改变的地方 急着把身体的能量导向那个方向 急着进入那肉体 而把需要调整的某些部分整顿一下 急着推拿脊椎的某一段等等 然后 由这A1意识的临阶台 你以你认为是你特性的不论什么方式 感知你自己或他人的抽象思想模式 也许你感知思想模式 好像常在你或别人心中 看到的快速闪现的句子或文字 或像印成文字的黑色字母 或许你听见那些字或思想被表达出来 或你看见心弦皮疾的景致 在其中思想象征性的形成了一个画面 这将显示给你思想 怎样引起身体上的疾病 以及涉及了哪些思想 然后应该对情感模式做同样的事 这可被感知为促发的 在变动的暗色或明色 或仅只感觉到一刻定的强烈情感 如果它很强烈 一种情感能以多种这样的扮相被感受到 在思想与情感这两个例子里 你都以极大的信心摘除那些与疾病相连的 这样子 你在思想 情感和肉体三个层面都做了调整 A1也可以被用作创造 灌注 研究 消遣 休息与冥想的一个伟大的架构 你可以发展出 你自己在这个状态的一个影像来帮助你 把它想象做一个房间 或一个令人愉快的景致或平台 自然而然的 你就会为你的A1状态 找到自己的象征 你可以休息一下 现在 这状态也可用作夸向意识的下个状态的一步 导向一个更深的出神状态 无论如何 却仍然与你了解的实相系统相关 或者它可用作导向意识的一个临阶层面的一步 因此 离同一层面上的正常实相两不知遥 在这情形 它不把你导入 对现在这一刻的更深的审视与感知 反之却进入一个 我将称之为替代的现在这一刻的觉察与认知 你将离开你所知的现在 这导向了此书先前提到过的探索 也就是进入了可能性 当你是想解决与将来的安排有关的问题 会影响到将来的决定 以及事实上 在其中 必须对将来做重要决定的任何事件 这种状态是极为有利的 在这状态 你可能尝试不同的替代性的决定 与一些可能的结果 不是只去想象它 而是以相当实际的方式 停顿 这些可能性就是实相 不管你做哪个决定 例如 就说你有三个选择 而你必须选一个 你利用这个状态 选了第一个选择 替代的现在是你做那选择的时刻 做了选择之后 这现在被改变了 而你十分清楚地感知到它改变的方式 以及由这改变 哪种行动与事件会流进 属于那特定的替代的现在的将来里 十点三十分 对着选择之外的其他每一选择 你也做了同样的事 全都从那种意识状态的架构 在每个案子中 方法是相同的 你做了决定 然后你变得知觉到 不论是哪个选择在你体内的实际效应 你以我先前谈到的治疗方式 进入你的肉体 你非常的敏锐 你能看到这决定会有什么样的肉体上的影响 肉体的情况是否维持一样 在它那是否有一种极健康的感觉 还是有些重大的毛病在开始萌芽了 以相似的方式 你探索精神与情感方面 于是你把注意力转向外 朝向由着替代的现在所导致的环境 事件会出现在你脑海里 你可能很强烈地经历这些 或者是观看它们 它们可能变得如此生动 而你一时忘了自己 但如果你维持与这意识层面的接触 这很少会发生 一般而言 你非常明白你在做什么 按照当时的情况 你可以同样的做意发现这决定对其他人的个别影响 然后你回到正常意识 经过你用做开端的AL状态 休息一会儿之后 回来做第二个决定 再又做第三个 以此类推 当然 你然后在你的正常意识状态 有你收到的情报与经验 再做你要的决定 10点35分 名称没多少关系 为简陵起见 且叫这意识存念为ALA 你明白吗 与此相类还有一个ALB 仍然有一个可用为许多其他目的的替代的现在开始 停顿 一般人不是那么容易进入他A1B 而他所处理的是 团体的现在 集体的可能性 种族事件 文明的动向 他对从政者与政治家 会是最为有利的 他也一样可被用来探索可能的过去 此时他则对比如说 或西古老的废墟 即消失了的文明有用 但只在当这些资料存在于那特定的可能过去时才行得通 下一相邻的层面 该是ARC了 这是刚才说的那个的延伸 在其中有更大的行动自由 激动与经验 在此你对所感知的事件 多少有些参与 超过此点不必要再深谈这些情况 因为一般而言 你不会涉及他们 而他们所导向的实相 与你自己的甚少关联 他们是离得太远的意识状态 而在平常的状况下 这是你目前的意识 在那特定方向所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 第一个状态 ALA 对你是最实际最容易的 但通常在你愿意踏出临阶的下一步以前 你必得对AL有相当的了解和感受 不过 在它的限度之内 它容许很大的扩张 例如 利用它 你可发现 如果我做这个或那个会发生合适 记着 这些全是临阶的层面 水平的向外推出 10点47分 现在 直接在A1之下 你将有A2 用到上下方的比喻 那是个稍微深一点的层面 它比A1 稍微不那么肉体取向 你仍极度的清醒与觉察 以你们的话来说 这状态可用以探索在你所知的可能系统之内的过去 在此你会知道准事的过去 如果某些个人的疾病不能由A1解决 你也许必须进入A2去发现它再过去式的来源 这状态由一较缓的呼吸模式 而明白地显示出来 并且还有 除非给了别的指示 多少稍低的体微 与较长的阿尔法波 一种较慢的频率 不过 此时你与环境仍有关 并对它有知觉 为了更大的效率 这可以被挡掉 但不是必要的 例如 在许多案例里 眼睛可以睁开 虽然逼着 也许更容易些 此地感受性加速 不必一定得遵循A1所给的方法 而过去的你的精神面 肉体面与情感面都会出现 10点55分 依照在这状况的此人的特性 他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感知到 这可用来发现一个观念过去的渊源 或找到遗落在那的任何东西 只要它是在你的可能系统之内 直接位于旗下的是A3 你在这儿又有一个延伸 是与群体问题有关的地壳的变动 你所知的你们行星的历史 对居住其上的种族的知识 动物的历史 瓦斯与梅层 以及扫过这行星 而改变了它的各个时代 你可以休息一下 第575节 1971年3月24日 星期三晚9点05分 与它进来几节中的紧张方式相较 真今晚的传递有很长的部分是安静而放松的 晚安 赛斯晚安 现在我们继续口寿 A4把你带到一个层面 低于物质之形成 这是概念与观念 在其中可被感知的一个层面 虽然它们的表征 不会出现在你所知的现在的物质实相之内 许多最深的灵感来自这个层面 这些概念与观念 有它们自己的电磁性的本体 不过在这个意识层面上却出现为象征性的风景 这很难解释 例如 那思想不宜假象出现 或见取任何的假具体化 它们却被脑的一部分那些 看似没有用到 科学无法解释的部分 活生生的感觉 感知和收到 这些概念与观念 显然是来自意识 可是 它们代表一些初期潜在的发展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在物质实相里发生 所涉及的这个人特有的兴趣和能力 与他认知这意识层面里的实相的程度有很大关系 在9点16分停顿 真 作为赛斯 停了好一会儿 因为一辆旧火车高明警笛持过这房子 不过 在这儿可得的资料 代表了许多可能系统的建筑材料 它是个开放的区域 许多其他的次元都可以进入 常常在睡眠状态 可以得到这些资料 完全的革新 震撼世界的发明 这些可谓全在这巨大的库藏里等着 强烈的个人的信仰改变 尝试来自这层面的影响停顿 其实任何一个人 都能经过这些层面 而维持相当的不为所动 极不知不觉 也能无所见的履行过此地 个人的全盘性的目的与特性 会决定它感知与了解的品质 所提及的资料 在所说的每一个意识层面都有 但它必须透过有意识的欲望 或强烈的无意识的欲望而被找出来 若非如此 那么可得的礼物与潜能 就依然没被用到 没被争取 9.25分 意识的种种状态 其实也是彼此相混的 很显然的 我用深度的说法 只为方便讨论 这些状态是自我或省实意识 即关注于外在实相的外在自己 它们是宽广的 更像是供探索的平原 因此 每一个意识状态 也像很大的临界区域开放 而按照你的兴趣与欲望 你可采取许多的通路 就如你日常的省实状态 感知到一整个诠释物质资料的宇宙 因此这意识的每个其他状态 所感知的实相 是同样的复杂 多变而生动的 为此之故 才这么难解释 在任一个意识层面中可能的经验 停顿两久 A5打开了一个次元 在其中 至少在理论上来说 能接触任一个人格的生命意识 这牵涉到不仅是与 以你们的话来说 以过去的人沟通 并且与将来的人沟通 这是个极少达到的意识层面 比如说 它不是大半的灵媒所用的层面 它是个会面的地方 在其中由任何时 空或可能系统来的人 都能彼此以大家都清楚了解的方式沟通 既然过去 现在与将来并不存在 这是个水晶般的清宁的意识沟通的层面 当然 那些涉入其中的人 对他们自己的背景与历史 都有极佳的知识 但在这状态 他们还拥有一个广大的多的眼界 在其中私人的与历史的背景 被看作是一个更大的可知全体的一部分 9点35分 在这个层面上 讯息真的是闪过数世纪 由一个伟大的人传到另一个 未来对过去说话 伟大的艺术家 一定都能在这层面上沟通 而当他还活在世上时 他真的有许多时候是在这个层面运作 只有他们人格的最外层部分 据从于历史时期的指挥 对那些已达到了这状态 并善加利用之人 沟通是最清晰不过的 你们必须了解这种沟通是双向的 举例来说 李奥纳多达芬奇也知道毕加索 有些伟大的男人和女人 不为世人所知 他们同代的人忽略了他们 他们的成就也许被误解 或实质上被失落了 但在意识的这个层面 他们分享这些交流 沟通 而在存在的另一个层面 他们的成就被承认了 不过 我并不是在暗示 只有伟人才能分享这种意识的沟通 平顿 到这境界来的人 必须具有一种非常的纯真 因此 在这条件下 许多在人是说来最卑微的人 也分享这些沟通 有一个没完没了 又最有意义的对话 在整个宇宙间进行 停顿很久 在你们的过去 与你们的未来的人 对你们现在的世界都有所参与 而过去曾遭到和未来会遭到的问题 在这层面被讨论 这是沟通之心脏 人们多半是在睡眠的一个被保护的深沉层面 或在一个突然自发的出神状态中 接触到这层面 这种接触的发生 产生了巨大的能量 现在你可以休息一下 9点47分 真觉察到它的步调 在大半的时间里都相当慢 在10点5分 比较快的方式继续 现在如果想把在任何这些意识状态里 所收到的情报 保持在你记忆里的话 则必须先把它诠释给正常的显示意识 在许多例子里 就清醒的自己而言 这些记忆仍旧是无意识的 但这经验本身 却能完全改变一个人生活的结构 而不论自我是否对他们有所觉察 透过这种内在的沟通和启迪 本会招致灾祸的航线能被避开 在这些各不同层面的经验 可能以象征来诠释 他们可能以幻想 小说或艺术作品的方式出现 而有意识的自己 并没误到他们的来源 且说在任何这些意识的不同阶段 其他的现象也能被感知 例如 信念形象 能量的展现 来自个人前意识的投射 即来自集体无意识的投射 其中任一个或所有这些 皆可能会采取象征性的形式 而依据当事人的态度 以有意的或威胁性的模样出现 你们应该把他们看成是十分自然的现象 其意图常常是争立的 通常他们是一种雏形 活动性是由接触到他们的人赋予的 因此他们活动的性质 将是由着人格向外投射到那个相当被动的具体形象上 碰到这些形象的人 只需把他的注意力转开 就可以可以撤销这现象 这并不表示这现象不是真实的 只不过他的性质是属于另一类和另一程度 他自己也有一些能量 但却需要有感知者来的附加能量 才能发生任何的交互关系 如果这样一个具体化 看起来有威胁性 那你就祝他平安而撤回你对他的注意力就好了 他是由你对他的贯注 并按照你贯注力的强度与性质 汲取其主要的动能 在你履历过这些意识层面时 你一定不可随身携带人间的基本假设 尽你可能的把他们舍弃 因为他们能令你误解你的经验 停顿 在A5之下 还有一些其他的觉察层面 但在此有一个层面 会并入另一个的更大胸向 例如 在下一个层面 以你的话来说 你可能与从未以肉体化身显现的各种意识相沟通 在你们的现在或未来 这些人格都没有一个物质的实相 但他们却以守护神 与监护人身份 与你们的实相系统相连 几乎所有从这层面来的经验 都将以象征来代表 因为若非如此 他们对你将毫无意义 这些经验 多少都与非物质性的生命 非肉身的意识与形式 以及独立于物质之外的意识有关 这些经验对你永远有支持性 在这儿常常涉及了出体的经验 在其中投射者发现自己在一个不同于成俗的或一个极美且壮观的环境里 环境里的东西都是源自投射者的心 都是他的概念 例如他对死后生活的概念的象征 一个或几个说法者 会以投射者最能接受的任何一种扮相出现 不论是神明 天使或使徒的扮相 这是由此层念而来的经 念的最大特征 停顿 不过 按照投射者的能力与了解 可给予他更彻底的讯息 可能他能相当明显的看出来 说法者的确只是那些更伟大的本体的象征 有些人能更清楚的了解这讯息 那么非实体的说法者的真正本质 就能让他晓得 实性的过去与未来的伟大景色 所有这些意识层面 都充满了各种各类通讯的交织网 而涉足其中的人 能照他的目的 去追寻其脉络 10点33分 分子结构 散发出他们自己的讯息 但除非你对准了频率去感知他 否则很可能把他们诠释为静电杂音 或无意义的噪音 以上所说的这些意识层面的任意 你都可以在一瞬间通过 而对他没留意 或至少理论上说 你也可以花掉一辈子的时间 探索任意一个层面 例如 你可能对前面三层毫不知觉 却在第四层有几次十分确实的经验 对那些知道他们是什么 即如何去用他们的人 那些阶段是在那的 许多人十分自发地找到他们自己的路 至于在水平方向上的其他临界层面 使你摄入种种替代的时像 每个跟你自己的离得更远 这些时像中 所牵涉到的许多系统 在其中你所知的生与死根本不发生 你感受那时间像是重量一样 这些系统中的基本假设 与你自己的如此不同 以致你只能把任何经验当作幻想来接受 为此之故 你较不易向那些方向旅行 在有些层面里面 有些天生固有的阻碍 举例来说 由你的宇宙投射到一个反物质宇宙是最困难的 即使你思想的电磁结构 也会受到反面的影响 但理论上从一个这种意识的临界层面 你却是可能投射过去的 我建议你休息一下 10点42分 真的出神状态一直极佳 它的传递还更快了 在10点55分继续 通常你在梦境自动自发的落入 而游历这样的意识区域 早上只记起一个奇妙的梦 就如身体一样 意识必须利用它所有的部分与活动 因此 当你在睡觉时 你的意识把自己转向许多这种方向 不管它愿意不愿意 常常感知到它在各不同阶段 所能得到的十项之点点滴滴 这多少也在你正常的肉体焦点之下发生 甚至于当你在从事你的省时活动时也一样 我所说的替代的现在 并不只是感知一个客观现在的替代方法 有许多替代的现在 而你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它们之一 不过 当你让你的注意力动摇的时候 你可能常常落入一种状态 在其中 你暂时对另一个替代的现在看到极眼 全我 灵魂 知道它在所有这些系统中的实相 而你 作为其一部分 正向着同样的自我觉察与发展的状态努力 当你熟练了之后 在你睡时 你不会不由自主地被卷进其他的意识阶段 却能了解与指挥这些活动 意识是灵魂的一种属性 一个能被转向许多方向的工具 你不是你的意识 它是某种属于你和你的灵魂的东西 你正在学着用它 依照你对意识各个层面的了解与利用到什么程度 你也将学会了解你自己的实相 而有意识的你 才会变得真正的有意识 那时你能改知物质实相 是因为你想要改知它 心知它是许多实相之一 你却不因为无知而被迫 只单单改知到它 11点2分 口售完毕 现在你可以问我你有的任何问题 或是结束此节 第576节 1971年3月29日 星期一晚9点17分 从3月26日到28日 站在艾尔莫拉星报的人士栏内 登了一则启示 声明他意欲开办一个创作班 这是他想做很久的事 因此之故 今天他一直接到电话 而在9点 我们坐等赛斯课开始时 又接了一个 赛斯有所置评 虽然我们并没请他自请 现在晚安 赛斯晚安 就帮助他人而论 卢摆带他的ESP课 能做得好得多 或在另曾一堂ESP课 都有用得多 我并不是叫他不要开创作班 他可以随他所喜的做 无论如何 他都会用到相同的概念 只是方法不同 打电话来问创作班的人 只是用他来做个几口而已 他们感到一种 向多方面发展的需要 够奇怪的 关于写作班的小起招 来不少问ESP班的电话 人群为后者 而云及令真很关切 因为在这公寓里 已经挤不下了 他告诉我 当他考虑这问题时 他感到又惊又喜 现在 请等我们以下 停顿 以关于将神会的建议 及卢柏对其他实验的建议 这两者都是最好的 他的电器班不能再扩充了 有实际上的限制 可是还有其他较不具体的限制 与所涉及的人们的交互反应有关 还有其他你们没想到的可能性 在9点27分 停顿很久 现在 请等我们一会儿 我们即将继续口售 待会儿 你可以对那资料发问 在此博意识的各个不同层面 可能显得与日常的醒时意识离得非常远 这期间的分割是十分武断的 这些种种不同的阶段 全都代表在你自己灵魂内 与身聚来的不同属性与方向 它们的线索与暗示 即使在你所知的意识里 也出现的影子与反应 那么 即使正常的醒时意识 对所有其他存在的痕迹 也极非毫无所知 也不是完全缺乏其他种类的知觉 只因你通常以有限的方式 用你的醒时意识 以致你不是经常地接触到这些线索 它们永远在场 你跟随它们的话 就能给你对那些其他方向 及那些 我们曾说过的其他层面有一点概念 例如 常常看似不相关联的象征或影像 会出现在你心中 通常你会忽略它们 如果你反过来接受它们 而把注意力转向它们 你们就能跟着它们 现几个其他的层面 比如说 至少很容易到达A1与A2 9点35分 在你如此做时 那象征或影像可能会变 因而你看不到 好比说 在最初的印象与下一个间 有多少相似处 可是它们之间也许有非常重要的直觉上 联想上与创造上的联系 通常事后回想一下 会让你看到 为何一个影像会融入另一个中 一个单一的影像 可能突然开放成一幅全然抽象的风景 但如你不承认 刚刚位于现在知觉之下的那些最初的线索 你对这些就都不会知道了 只要你愿意去看 就可看到那些最初的线索 几乎是透明的 替代的焦点只是一种状态 在其中 你将你的意识 转向其他非习惯性的方向 以便感知十分合法的 与你自己的实相同时存在的实相 你必须改变你的知觉去感知 任何实际上不是为了物质形式而设的实相 这多少像是有你的眼角或心角的余光 看出去 而非向前直看 停顿 用替代的焦点 经过练习以后 你可能改知在任一指定空间中 以填满 或以你的话说 将填满它的不同的物质组成物 在某些梦境 你可能探访一个特定的地点 而后感知这地点 好比说在三个世纪以前 与五年以后的样子 却从未明白那个梦的意思 对你而言 似乎空间在某一刻 只能被一个特定项目填满 而那一个必须挪开来 才能让位给另一个 其实你只是以这种方式感知而已 当你用替代的焦点的时候 你就不必要通常维护 只会极限制你感知的那些基本假设 你可以自你所知的这一刻走开 又回到它而发现它还在那 意识只是假装虚从于时间的概念 在其他层面 它喜欢与这种观念游戏 而由发生于时间范畴之外的事件上 感知到伟大的统一性 例如 它可以混合来自不同世纪的事件 把历史的和私人的环境 摘出时间架构之外 然后极有检查它们 而找出和谐与接触点 其实 你在睡眠时甚至也这样做 如果你没在省时这样做 那是因为你把你的意识控制的太紧了 现在你可以休息一下 9点48分 步调很快 再10点5分恢复 现在 如我在此书里稍早曾提过的 虽则你的正常省时意识 对你似乎是连续的 而你通常并没觉察到空白点 无论如何 它却有许多的波动 到一个很大的程度 它只对它自己 及它自己的感知有所记忆 于是 在正常的意识里 似乎好像没有真正的其他类的自己 也没有其他的区域或层面 当它碰到空白点而回来时 它挡掉了曾发生过不作用的时候的觉察 它忘掉了那个亮相 在它作为它自己时 它无法觉察替代意识 除非用什么方法 使它从这健忘症中恢复 10点13分 在课前 我们忘了把我们的猫威力 放到另一个房间 现在它跳进针的怀里 因此我必须把我的笔记本放下 当我抱它回话事实 它打着呼噜 针在出神状态中耐心地等 它在石像里跳进跳出 有时它走了 而你却没觉察到 在这种场合 你的注意力集中于别处 在你可称为威梦 或幻象的境界里 或在相当超过正常焦点之外的思想的联想性和直觉性的过程里 在这空隙里 你的确以非正常省时的意识 感知到其他类的实相 当你回来时 却断了那根线 正常省时 假装从来没有任何间断 这种情形相当有规律的发生 只是程度不一 而按照你的活动 由每小时15次到50次不等 在种种不同的时候 许多人的确逮到了他们自己 因为那经验是如此生动 以至它越过了那空隙 可以说 那时候感受是如此强烈 甚至令正常省时 意识也觉察到它 这些偶尔发生的经验 对肉体的意识是相当必要的 它们被如此巧妙 又如此细密地支入了你的觉察之网 以至为你的心灵与感觉的氛围渲染了色彩 停顿 正常省时 意识之初之入于这广大无垠的支持性之网 你的内在体验是如此复杂 几乎无法以言语形容 正常的省时意识 虽然它自身有记忆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时候 都保有了所有的记忆 有人说过去事件的记忆 调回到潜意识里 它并没有过去 而是非常活的 我说活的是只生活着 而且活动着 虽然你不集中焦点于其上 你人格的内在部分 对你所有的梦也都有记忆 这些全同时存在 可以说悬挂着 像高悬在一个黑暗城市上的灯 照亮心灵的各个部分 这些个记忆系统 全都互相连接 交相辉映 其实以同样方式 你对往事生活的记忆 也全都相当完整 全都在整个的记忆系统里作用 在10点23分停顿 在意识的空白点 或某种起伏波动的时期 这些记忆系统常被感知 一般而言 带有自己记忆系统的 有意识的心智 不会接受它们 当一个人格了 悟到这种其他实相存在 而意识的其他经验是可能的 那时它便发动在它自己内的某些潜能 这些改变在心智内 以及脑内的两种辨词连接 甚至改变了感知的机构 它们把能量的库藏合在一起 而建立了活动的途径 让有意识的心智 对这种资料增加它的敏感度 有意识的心智 不再被它自己激数 它经过了一个相当大的蜕变 富起更大的机能 它将见次地感知到 以前对它关闭的一些内容 它不再需要害怕地感知 那暂时的空白点 作为不存在的证据 刚才提到过的意识的起伏 常是十分微小的 却非常的重要 有意识的心智 和明白它自己的起伏状态 当一旦它被引导去面对这个时 它并没发现混乱 或者是更糟的不存在 却是找到了它自己的能力 与力量的泉源 这人格于是开始用它自己的潜能 现在你可以休息一下 10点35分 虽然它的出神状态很深 针对它话说的较慢有所觉察 它说这是因为赛斯 要它一定要用对字 它也有过许多的影像 但现在已说不出来了 它只能说 像是记忆形成的照明系统等等 我告诉他 我认为这资料很丰富 而发人深省 在10点47分继续 在幻想的时候 与意识在创造的时刻 两者都代表进入这些其他区域的极佳道路 在意识平常的副创造性的状态 日常的醒时意识突然为来自这些区域的能量所支持 光是醒时意识不能给你副创意的状态 的确正常醒时意识对副创意状态 可以跟对空白状态一样的惧怕 因为它能感到那个我被丢到一旁去了 它能感到能量的上风 那是它无法了解的 起伏的低点正就是这种经验产生之处 因为正常意识暂时在衰弱状态 而正在休息期间 其实整个肉体机构都经历这种正常的 通常相当被忽略的起伏 这些期间也在起伏 随着与特有的人格有关的节奏而波动 在有些人 这种波动比较长而缓慢 其内的山谷是渐渐倾斜的 在另些人则反噬 在有些人 这种谷底状况较为明显 超乎标准之外 如果那形状没被了解 那么这人可能发觉 它不容易与外界事件发生关联 如果他在那状况下 能够感知意识的其他区域 他也许会发觉自己在更大的困境 没了解到两个实相系统都是合理的 10.55分 这起伏也有如季节变迁一般的改变 来自意识的任意层面的事件 全都反映在所有其他的区域里 每一个按照那特定层面的特性而实现出来 就如一个梦 像是丢进梦的意识支持的一粒石子 他的涟漪变及各个层面 因而任何出现在这池中的行为 也各有他自己的扮相 而替代的焦点 容许你感知任意行为的众多表现 感知某一思想的真正多次元的实相 它丰富了正常意识 不论你觉察与否 你在这些其他层面都是很活跃的 你不只在实际生活里及梦境里学习 也在这些你对之无记忆的内在的存在里学习 特殊性质的创造能力或治疗能力 常以这种方式来训练 只在这之后才浮出成为物质世界的确实性 在这些次元里 你未来的思想与行为 就如它们已发生了一样的真实 也一样是你发展的一部分 你不仅是由你的过去 也是由你的未来及替代的存在所形成 这些伟大交互作用 是你灵魂架构的一部分 因此你能改变你 由任何这些其他意识层面所了解的现在 口售完毕已很接近本章的结尾了 里的其他类的人格 其他人格会尝试获得一些焦点 而感知到你的环境 试着使它们大体上不熟悉的资料 显得有些道理 既然它们中有许多人对你们的时间概念并无所知 它们会发现很难了解 当你们看事件时 在事件与事件之间 是看到时间间隔的 它们也不会感知到 你家与你的正常环境上的内在组织 对其他那些也触及可能性的地区而言 你们的系统显然是个可能的系统 9点20分 即一这些其他系统与你的临界 因此你的与它们的也是临界的 那么替代的焦点 容许其他实相的人格 感知到你自己的实相 就如至少理论上说的 替代的焦点也容许你撇入它们的存在 此章结束 现在我给你一项作业 并且也给你一个参与我的书的机会 你可以用此节上下的时间 来做一个极佳的问题清单 在下一章问题与答复中提出来 如果你已有人家想问的一些问题 当然一定要把它们包括进去 但这些问题应该是你们想问的 而非我提出的问题 这样它们对读者才会比较窃提 然后在下一节把这些问题给我 随你喜欢一次提出一个或两个 我会回答 你可以把问题按标准分组 但不必一定如此 如果好几个问题 恰属一个大主题之下 这就会是个挺方便的处理方法 卢柏可以问问题吗 你俩可一同开单子 你不一定得在下一节就列好全部的单子 一个答复可能会费好些时间 那正是我在想该怎么办的事 那么我建议你俩开始工作 在我写词时 变化开始想 真仍在出神状态 但是没被打扰 我觉得有些不耐 让他想到停止 我就在这儿不走 来给你们一点灵感 9点30分 这是几年来最短的一节 我还在惊奇于这么快的结束 我甚至没跟赛斯道晚安 我已开始在想我们是否该问我们认为别人会感兴趣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自己自动自发想起的问题 真查了在1970年1月19日 第五一欧节 李赛斯为此书给我们的大纲 他果真曾列出问题与答复这一章 我已忘了 不知为了什么原因 我现在感到不安 也许我认为 以这种方式干扰此书的流畅 不是个好主意 真字第四章 第五二一节后 没读过赛斯的书 尽管受到诱惑 他总觉得不去担心他比较好 我们不认为他没看他会妨害他提出问题 除了他自己对本书口售内容不完美的记忆之外 当然他还曾接触过他 我给过他两小段 念给他的EFP班厅 最近他与派蒂密斗顿讨论了一下这本书 而有时我也谈到过他 虽然并没参考一档好字的资料 在课结束的一小时内 我们已列出了15个问题 我们还要为4月5日星期一的课 开列一张更长的单子 我还要为4月5日星期一的课